世界十二強棒球賽 中華隊昨天晚上跟加拿大對擊戰 全場是轟出了三發全力打 不過投手無法壓制 加拿大打擊火力 中場是以八比九 一分之差隱恨 想要打進八強 接下來的比賽不能輸 二局下中華隊陳俊秀率先開轟 中華隊先持得點取得兩分領先 不過三局上加拿大隊 靠著中華隊先把投手 離福德的投手犯規擊爆頭 補上安打搶回一分 不錯 但是被擠到 反而是形成了一個安打 四局上加拿大繼續串連攻勢 接連安打一口氣拿下三分 打成了一個飛球 這個飛球外野手去追 外野手去追 沒有追到 頂住反背超前的壓力 五局下中華隊九棒王伯榮 轟出兩分泡 馬上追成四比四平手 這球出手打得很紮實 非常的紮實 再去再遠 打 兩分蛋 六局上加拿大靠著四壞球保送 加上安打 再多三分拉開比數 這球打中在右外野方向 能不能追得到 王伯榮跳起來沒有接到 六局下加拿大換投 中華隊大師兄林智勝打住機會 轟出洋春炮 這球打成外野的飛球 打得還滿紮實的喔 滿紮實的又過去了 隨後中華隊靠著兩個保送 在無人出局攻佔滿美的情況下 卻是一分未得 無比七落後 哇 這麼背的事情 到了八局上 加拿大的歐尼爾 斗梭尼也各自回擊了一支洋春炮 再度拉大比數 哇 這又是一個深遠的飛球 麻煩了 麻煩了 又上去了 但是中華隊打線並沒有放棄 馬局下靠著安打 再追到幾多後一分 而張祖豪這支深遠的飛球 眼看可以追平比數 不過加拿大演出罕見的接力接殺 中斷了中華隊的攻勢 去追 去追 沒有接力 兩人 竟然用接力的方式 中場中華隊以8比9 一分之差 敗給加拿大隊 目前中華隊戰績一勝兩敗 接下來將會遭遇到 古巴隊及波多黎各隊 晉級八強的路 越打越辛苦 記者綜合報導